是非是非阿威是非娱乐尖锋 娱乐消息八面通 哈喽大家好我是关关 欢迎大家准时收到冷热酸甜 想吃就吃的 看米牙膏冠冰播出的娱乐集团 那节目的一开始呢 来说说小小小的奥斯卡 最佳男主角之作荒野猎人 那今天有消息称呢 荒野猎人将于3月18号在国内上映 届时呢小李子也将来到中国进行宣传了 听到这个消息迷失一阵欢呼雀跃啊 而此前又有消息说啊 中国上映的版本将会一刀都不剪 但是看过此片的人就知道那是不可能发生的事 因为在美国呢它是被定义为R级影片 意思是说呢17岁以下呢 是通过成人陪同才能够观看的 而据知情人投入说 荒野猎人的中国版时常将会有所变化 而且有些镜头呢将会做替换 这是很多引进大片的一贯解决方式罢了 不管怎么说 期待3月18号小李子的这部诚意之作 回归到今天的节目来看一组好玩的娱乐快讯吧 活力满满的日本爷爷 告诉你正确的旅游宣传姿 最近日本高知县的城市宣传片 高龄万岁在日本走红 宣传片的主角可不是日本当红的明星鲜肉 而是五位来自高知县的老爷爷 他们平均年龄67岁 最年长的80岁 然而在视频中他们可是活力四射 高知县是日本的一个农业县 旅游风光上并没有独特的卖点 而在这则宣传片中 老爷爷们又唱又跳 想要突出的高知县特产 其实就是长寿 老爷爷们想要呈现的 就是当地老年人积极乐观的精神面貌 那长寿的秘诀是什么呢 老爷爷们说是因为他们拥有长寿果 柚子 文旦 新鲜的海蝉冰岛 在不令人生厌的前提下 行云流水般的突出了宣传重点 不得不佩服岛国人民的创造力 和百变的脑洞 超震撼 艺术家用脚走出巨型冰原狼 对于美剧名闻来说 最新一记权力的游戏 还得等上一个多月的时间才能看到 而求恩雪诺的生死问题 就一直悬在大家的心头 让人备受煎熬 不过也许欣赏一下英国雪地艺术家 Simon Beck的最新作品 可以减轻这份痛苦 日前 这位艺术家在法国阿尔本斯山的雪地上 创作了一副冰原狼的巨型雪地画 并配上了足语 Winter is Coming 领冬将至 据悉 Simon为了完成这幅作品 花了13个小时的时间 走了32.5公里 整个作品的大小相当于2.5个足球场 为Simon的耐心和毅力点赞 有你的快递 抽屉里长出可爱小宝贝 北美地区一个名叫贝勒的小女孩 和父亲玩捉迷藏游戏的暖心视频 近日在网上传开 视频中贝勒藏在梳妆台的底部抽屉中 每次父亲缓缓拉开抽屉时 他脸上就会露出甜美的笑容 并高喊 即使是观赏抽屉 都能听到贝勒甜甜的笑声 网友们纷纷表示 看着这个活宝贝 烦恼都没有了 大写的心疼 想吃却又故作镇定的汪心人 日前国外一只狗狗雷威的视频火了 视频中 雷威趴在沙发上眼巴巴的盯着 主人手中的三明治 但主人一转头 他却故作镇定的撇开头 而主人挪开目光 认真吃三明治 他便又情不自禁的扭头盯着看 样子十分逗趣 看过视频的网友纷纷表示 狗狗的自制力挺强大 训练的真不错 前方编辑整理报道 昨天是3月8号女神节 除了女神们都美美的过节之外呢 有电影电视剧的大奖也纷纷颁出来了 首先看到的是首届金阳奖 澳门国际电影节颁奖典礼 也于昨晚落幕了 萨洛特烦恼凭借5奖成为最大赢家 本届金阳奖由16个国家近百部影片参与 29部影片中为12个竞赛单元大奖 近日首届金阳奖澳门国际电影节 在澳门正式落幕 李冰冰 宋程宪 张志玲 宋家等百余位明星 稀疏亮相 沈腾凭借电影《夏洛特烦恼》中的出色表演 以黑马之姿摘得了华语年度男演员奖 亮相红毯的他一袭黑色西装 还点缀着优雅低调的精致花纹 让人不禁联想起 他在电影《夏洛特烦恼》里开场的新兴打扮 付初恋婚礼宴席的场景 不过和电影里不同的是 昨晚的沈腾一路微笑 与在场的媒体和粉丝招手互动 彬彬有礼 被红坛主持人问及能否拿奖时 沈腾也淡定坦言 看得出来这次的夏洛不再烦恼 而是特别的开心 话说首次参加电影节 就能凭借首部主演的电影夺得奖项 不得不说是业界对沈腾演技的认可 而这也是他从话剧舞台 走向大荧幕的重要转折点 在颁奖礼现场 韩国已经送成县 为沈腾颁发了这一殊荣 发表获奖感言时 沈腾更是不改搞笑本色 感谢我们的导演 可以让我演一个 从高中生开始演的角色 感谢开心漫画 这么多年对我们的信任 感谢我们的家人 生了这么好的一个孩子 除了沈腾获得华语年度男演员外 玛丽和导演颜飞彭大摩 也分别获得了华语年度女演员 和最佳新导演奖 玛丽笑称 演了12年话剧 竟然拿了一个电影奖 沈腾也颇有感触地点头赞同 因为在这份沉甸甸的电影奖杯后 不仅是他们由话剧 到电影转变的努力 也展现了制作黑马电影的 开心漫画团队 和演员们的辛苦创作 据悉 此次电影节 从16个国家和地区的参赛电影中 筛选出了29部优秀作品 而夏洛特烦恼 共获得了最佳新导演 最佳原创电影音乐 年度男女演员大奖 最具前置演员奖 共舞相大奖 成为本届金阳奖的最大赢家 我们也期待开心漫画团队 继续延续黑马的姿态 绽放喜剧风采 把智慧和快乐拧在一起 给观众们带来欢笑 向风编辑整理报告 跟大家普及一下这个奖项 金阳奖澳门国际电影节 是由国务院港澳办发公文 支持的大型文化活动 由澳门国际电影 与多元文化发展促进会发起 北京电影学院 阿里影业 百度新浪等机构联合举办 而除了年度男女演员 这一重要奖项之外 最佳男女演员的归属 也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 在昨晚澳门国际电影节上 最佳女演员大奖 就出现了双影后 由师傅的宋佳 以及一个勺子的奖琴琴双双夺得 而最佳男主角 则由推拿的主角秦浩获得 这也是他期大学生电影节 传媒大奖之后 凭借此片获得的第三个影帝 我就是想知道 美到底是什么呀 秦浩表示 推拿对于他和楼叶来说 都是很有实验性的作品 感谢导演让他们学会 如何当一个演员 可惜的是 当天有孕在身的太太 伊能庆没能到现场 看到这一幕 不知会不会有些遗憾呢 因为他在家里面 在做比我还重要的事情 在怀我们的宝宝 我也希望他在身边 虽然他没有来 我今天把结婚戒指带着 希望他 应该是在六月份 六月份就可以复生了 不管工作多忙 我都把六月份的时间留下来 然后陪他们在一起 昨晚另一焦点就是 前重量级拳王泰森 作为拳手 泰森获奖无数 是WBC WBA和IBF 世界三大拳击组织 公认的世界重量级冠军 但是作为演员 还是新人的他 凭借叶文三 获得了人生首作演员奖杯 最佳新演员奖价 不过由于近日 该电影票房 怀疑作假而闹得沸沸扬扬 对此泰森表示并不清楚 另外2015华语电影贡献奖 由陈建斌获得 韩国演员宋承宪 获得了亚洲演艺杰出贡献奖 张志玲获得港澳台地区杰出贡献奖 前方编辑整理报道 最佳新人花乐泰森 估计是大家都感到意外的事 连他自己都感觉到挺意外的 而泰森不知情的 叶文三造假嫌疑 最近的确是闹得沸沸扬扬的 各种消息是不绝于二 而票房造假的嫌疑 肯定不是空虚来风 接下来先锋编辑就好好为你剥茧抽丝 就前因后果为你好好的理学一番 叶文三3月4日上映 截止到6日 三天首周末票房达4.68亿元 可是和美人鱼的票房奇迹不同 叶文三从上映一时 旧网友曝光票房造假 叶文三首日票房虽然有1.5亿元 但有不少网友发截图 质疑叶文三偏方设限买票房 如恒大影城 中影国际影城等全国树下影城 存在零点场满场 工作日非黄金时段票售庆 票价203元等异常情况 3月5日晚 公众号电影票房 质疑叶文三买票房 并在3月6日凌晨 在微博上贴出了一张 中影国际影城 光谷天鹤店的实时售票图 图中显示 该影城在深夜0.56分开始 每隔10分钟 排营一场的叶文三 票价仅高达203元 此外 叶文三不正规预售现象还包括 影院只有前两排全部买走 预售座位呈固定数字排列 甚至在3月7日周一工作日中 多数场次全被包场 据知情人透露 这些多时票房的操作手段 自己花钱买座位 买前后排叫冷门的座位 或者包场 主要是观众少的早晚场 这样不管有没有人看 票房都会全部进入售票系统 至于像中影国际影城 203月一张票还作物虚席 片方和影院联合伪造票房的意图 更是十分明显 对于质疑 叶文片方至今未给出解释 不过此事件却震动了电影局 3月6日下午 电影局专门召开会议 就电影市场专项整治表明态度 则令相关制片方 发行方 票务方 院线以及影院 立刻停止不正当营销行为 并将士气情节轻重 依法依规 予以处理 昨日电影局给多家网络售票公司发文 要求各家公司在今天17点前 提供和叶文三发片方 进行票务合作所签署的相关合同 截至昨晚 比较荒唐的叶文三排片 都已恢复正常 相关编辑整理报道 昨天在上海举办的 2016上海电视剧直播年会 继首届中国电视剧品质盛典 是引发了无数粉丝的目光 因为除了一大票 大众最喜爱的演员到场之外 盛典上爆出的消息 也是让大家为之震撼 不仅明家三兄弟 胡歌 王凯 季东再聚首 胡歌和霍建华拿下四个奖项 也成为了大家热议的焦点 一年一度由SMG影视剧中心 举办的2016上海电视剧 直播年会昨晚在互举行 红台上明星们除了 美衣华服大秀身材之外 微博眼球大家也是蛮拼的 即新婚夫妻李胜李嘉航 甜蜜携手而来 刘涛和秦海璐这对姐妹花好搭档 则是当众表示了对对方的喜爱 反倒是大家热切期盼的 胡歌和霍建华同框的画面 并没有出现 霍建华孤身一人出现在了红毯上 这对老友即将见面 孙少也是一改一往冷若冰山的气质 竟然在现场玩起了表情包 分分钟聊动粉丝心弦的节奏 现在现场给我们做两个表情包 好不好 我就是亲别 下次宝宝 就是惊吓的 对 就是你是宝宝 你被吓到了 对 颁奖典礼现场 胡歌凭借狼牙榜 伪装者大好时光三不收视和口碑齐飞的作品 一人揽下了年度品质表演大奖 和年度最具市场号召力演员两项大奖 而他的好搭档霍建华 则是获得了年度最受欢迎男演员奖的同时 和胡歌分享了年度最具市场号召力演员奖 如此合拍的两个人不知道未来有没有再合作的计划 都希望是一个 特别两个人都有一些发挥的一些剧本 能够在他聚在一起 有什么好朋友也一起开心 都希望有好适合的精彩 除了大家翘首以盼的胡货兄弟党 伪装者里的明家三兄弟也是齐齐到场 明台胡歌获得了两项大奖的肯定 他的两位哥哥明楼和明成 也同样在品质盛典的舞台上大放异彩 晋东获得了年度最具实力男演员奖 而王凯则获得了年度最具人气男演员奖 如此一来 表演大奖 实力大奖 人气大奖和号召力大奖 这四大奖项都被明家三兄弟悉数收入囊中 本届盛典最受媒体关注的嘉宾 无疑就是即将在20日举行婚礼的刘诗诗 虽然对于婚礼细节 诗诗依依旧不愿意透露太多 不过据说圈中的好友都将亲父巴厘岛送上祝福 其中就包括和世事关系很不错的胡哥 现场胡哥也是大方透露 这红包份量也是很足的 眼看小五岁的师妹都要举行婚礼了 还单着的胡哥不知道会不会有压力呢 没有压力啊 这不是看女方的年龄 那你自己有没有主要说这些方面的规划呀 啊 规划 龙哥是年纪的 这不是 不是年纪的 四盒 比你大一盒 哦真的啊 龙哥比我大一轮呢 我还有一轮的时间 可能我想象中的范围在十岁以内吧 看来胡哥的事业心挺重 多打拼打拼为观众和粉丝贡献更多良心剧才是硬道理 嗯 小编表示喜闻乐见 先锋编辑正义报道 除了刚刚大家看到的明星之外 能让大家为之一任的消息就是 这个狼牙榜二可能要启动了 山影铁三角红红亮孔生李雪在采访当中透露说 狼牙榜二呢已经在剧本的创作阶段了 预计年终的六月份就会出炉 并且将原本人马作为首选 而基于第一部的大火呢 还未开拍就已经有人愿意支付这个一级八百万的天价了 高投入制作精良才会得到观众的追捧 也才能卖出一个好价格 如此这样的良性循环才是中国影视业发展的正途 接下来呢看到一部微波先热的好电影是由这个 梁家辉和佟大为主演的叫做冰河追凶 听说在零下四十度的我的老家东北拍摄完成的 赶紧来看一下 近日梁家辉 佟大为 周冬余等主演的犯罪警费电影 冰河追凶宣布定当四月十五日 在这个大地回穿的时间 这部剧有很冷硬气质的电影 将观众瞬间带回到零下四十度的极寒冰河 死者为成年男性 年龄在四十五岁左右 昨夜下的伤口是某种锐气所致 死因是溺水 身份基本无从查清 凶手一定会留下什么痕迹 就看我们有没有这个运气 电影讲述了在零下四十度极寒之地 以梁家辉 佟大为为首的追凶者 深入无人冰河 追查真凶寻找真相的故事 为了真实在线冰河上的极凶场面 影片选择在零下四十度的黑龙江一春式拍摄 极度艰苦的拍摄环境远超众主创的想象 而谈起那不要命的五十八天极寒拍摄 众主创也是十分的感慨 因为要在那么东北的地方 在拍这个戏一开始我是拒绝的 多冷 这我就逗傻了 冷就不用演就是真冷 我就贴着一身暖宝宝还是很冷 一出门大概三四分钟之后 基本上就动透了 睫毛一会儿都结冰 鼻涕根本控制不住 虽然环境恶劣条件艰苦 但演员们敬业的态度却令人敬佩 在一场冰下追凶的重场戏时 为了给观众带来最真实的视觉冲击和现场代入感 梁家辉不用替身亲自上阵 那现场的所有工作人员都捏了一把冷汗 而梁家辉的极度敬业 也激励了片中的生死搭档童大为 在另一场追逐戏中 腿部受伤的童大为同样无踢身趴在冰面上 右手臂扑腹前进 事后梁家辉表示 实拍是对自己和观众的一种交代 希望以身作则起到传帮带的示范作用 而众主演不惧严寒挑战权力出演 相信能给影迷带来全新的视觉体验 引发无限期待 见后面解中文报道 知道我的老家黑龙江有多冷了吧 真的是寒风刺骨 现在想起来都有点发抖 那加来呢 依旧看一部好看的电影叫做《寻警兄弟》 这部电影的投资人呢 是这个搞笑戒心曾志伟大哥 在片中有不错的客串演出 当然了 他的男主角呢 是一位很帅的叫做黄宗泽 来看 近日由黄宗泽 金刚 许子山主演的《寻警兄弟》 在北京举办电影定档发布会 舞台上不停搞笑玩闹的场景 其实就是想告诉大家 这是一波令人捧腹大笑的喜剧电影 行警兄弟讲述的就是黄宗泽 和金刚两个性格完全不同的行径 因为长辈闪婚而不得不住到一个屋檐下 在惊险的破案过程中 两兄弟不忘相爱相杀 作为电影的男一号 黄宗泽在片中完全丢弃了偶像包袱 甚至自毁形象 而谈及这样的设定 他表示是自己特意要求的 大家的印象当中都会觉得 黄宗泽肯定是演一个帅的警察 什么帅气的 有型的 我就跟他说我不要 我要试一下新的东西 要挑拨出来 对 就反正男生想象到的剑 犯剑的剑 就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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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担任影片监制的曾志伟 也客串了角色 而谈到这位缺席味道场的老板 现场几位主演 也是趁机大爆他的糗事 他个头小小的 对短短的 他跑很快 我追不到他 这是真的 有一次我们去工作 然后他就是可能有点醉意 然后我们想说 赶快参扶他老公家回去房间睡觉 一出电梯他就 我们就赶快冲上去 你追不到他 他已经到门口了 我已经回了 快点 钥匙 发布会取名定档大奇葩 看来真的是要把电影中奇葩大集合 浮夸式搞笑风格展现给观众 据悉影片将在4月22日全国上映 前方编辑整理报道 再来关注一下我们娱乐频道今晚的风尚剧场 娱乐频道风尚剧场观众的福利时间了 电视剧头号前期自播出以来 受视率节节攀升 今段时间每天占据着同时段第一的位置哦 那今晚这部情感大戏就将迎来大结局咯 先锋编辑利用植物之变拿到了点精彩看点 提前一热让大家鲜得为快 不就求婚的嘛 有什么好看的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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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来了 我不是来砸场的 我是来祝福你 用不着你祝福 你赶紧走 一边是这背叛过你东山再起的老公前夫 一边是为了你跟家里的角列的小鲜肉 你怎么选啊 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吗 把爱情放在车上车一车 你那么清刚又不是别答应啊 关你屁事啊 随着头号前期大结局 在赢得了观众的高口碑和高收视之后 湖南观众又将迎来什么样的家庭类好剧集呢 今晚娱乐频道风尚剧场 接荡的是都市情感伦理剧《家庭秘密》 该剧由柳国庆指导 江西元 陈瑞 白瑶 龚小荣 王博等实力派演员连妹演绎 此次在《家庭秘密》中 龚小荣化身剧中的女一号 饰演一位漂亮能干善解人意 灵气脱俗的小保姆 对于第一次出演保姆这样的角色 龚小荣表示这是对自己一次新的尝试和挑战 一位保姆其实并不是一个好演的角色 但自己会努力把李玉文演绎成一个真实接地气的保姆 我陪丽华到医院去复查吃啊 江姐 收拾了 我拿起来 复查得怎么样 医生说 恢复得很好 你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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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是 假如是 假如救人 其实就是个女贼 我要把你的话题撕下来 你把你别进 你别进 慢慢说 慢慢说 你这个贼 我李玉文向天发誓 我没有拿你的钱 我到你们家来 我就是为了抱你当年 救我儿子的大恩大恩来了 我只是想要伺候你 让你尽快康姆成为一个健康的人 你肯定是冤枉我了 我必须报警 家庭秘密讲述了34年前 实习作家刘若斌收到了一封神秘的小说稿 却被同事物认为是她的作品刊登发表 如今通过这部小说享受无数荣誉 功成名就的大作家刘若斌 意外发现自己家的保姆竟然是小说原作者的女儿之后 发生的关乎人性 婚姻 家庭等一系列的矛盾和纠葛 今晚娱乐频道730风尚剧场家庭秘密三节联播 看小保姆如何和作家发生纠葛矛盾 前锋编辑整理报道 光看片话就已经觉得这部剧非常的精彩了 所以7点30分几千锋之后千万不要转台 继续锁定风尚剧场给你好看了 下来金晓冬广告设计下 时不时也阿贝视频欢迎回来这里 就是娱乐前锋娱乐消息八面通 我是观光一直要感谢冷酸铃 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今天最后带来陆寒的新歌叫做《封印》 诶 这小伙子又要开唱了 10月份将会在北京锁定下 明天见喽 拜拜 拜拜 最后带来陆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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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支持大家 有 ella 这样很悲�� 好 I've been so patient You got me so You got me so